躲避高雄的熱情艷陽 決定搭捷運出行 但是走進捷運站 乘客卻像這樣滿頭大汗 就很熱啊 人家外面很熱 裡面應該也要開冷氣 你去這邊有比較熱 你沒有工作 我覺得都會很難過 額頭全臉都是汗水 捷運站裡還是好悶好熱 記者實測高雄室外33度 走進草芽站售票處28度 繼續往下走到月台 就算有開循環風扇 還是高達32度 幾乎跟室外一樣 繼續搭車來到前鎮高中站 月台溫度還是飆迫30 到美麗島站知名景點 光之沖頂一樣熱 不過旁邊的美食街24度 舒服很多 乘客抱怨為何高雄捷運的冷氣 有開彷彿沒開 還有人乾脆自備扇子 會想要趕快站在這個風口下 你會覺得捷運站 只有吹電扇會不會很奇怪 它應該有開空調吧 這個電風扇可能不太夠 因為就跟外面差不多 高雄捷運冷氣設定車廂24度 車站26度 只有高運量大站像是美麗島 高雄車站巨蛋左營會全天開冷氣 其他站尖峰時段早上6點半 下午4點半各開兩小時 其他時間就開循環風扇 高雄捷運坦言電價漲了營運成本增加 不過冷氣開不開要開幾度 是為了配合政策節能減碳 只是對乘客來說搭捷運 沒討到涼快 反而低漢難免遠生連連 三零新聞田居大吳會山搞什麼的 就像一陣子 如果想像台灣 如果想像台灣 會